第二个面试加分的 第二个面试加分技巧就是学会瞎掰 他跟你瞎掰 你也要跟着他瞎掰 如果他说 你这样子应该赚蛮多的哦 你就要 对对对我赚很多 赚超多的 我买了超多东西 我超有钱 就是他跟你瞎掰 不管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对你有利了 你都点头 对你不利的都不点头 就这么简单 你就要跟他瞎掰 面试 第二个面试加分技巧就是 你要学会跟他瞎掰 跟那个面试官瞎掰 就是他讲了一些瞎掰的东西 像是你做这么久 你应该赚很多钱 那你就要说 对啊对啊 我赚超多钱 赚到 对对 我的失败 第二个面试加分技巧 第二个面试加分技巧就是 学会瞎掰 如果面试官跟你瞎掰一大堆 你也要学着跟他一起瞎掰 如果他没有跟你瞎掰 他很认真 那你也尽量不要跟他瞎掰 就是你要查阴观色 第二个面试技巧就是 学会瞎掰 每一个面试官都在跟你瞎掰 没有一个是没有在跟你瞎掰 全部都在瞎掰 只是瞎掰的多跟瞎掰的少 你就要自己去拿捏 那别人如果一直瞎掰 那你也要一起跟着瞎掰 那如果他都讲得好像很正经 那你也尽量不要乱瞎掰下去 简... 简... 简单来说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公司会画一个超级大的饼 不知道他到底做不做得到 但是他就先画给你 那你也要吹牛 就是你要吹一个超... 好... 好像你超厉害 然后就一直吹牛这样子 那就是双方一直互吹 互...互相浮夸这样子啦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公司肯定就是一直画饼啊 就是画一大堆什么 哇...他们之后要怎么样扩张啊 未来怎么样 超厉害 这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你也要自己吹牛一下自己 就是哦... 这怎么样怎么样 你也要给自己一个 好像我好厉害 我好有价值的感觉 那别人才会想要使用你 才会给你offer 公司就会... 公司肯定就是画一大块饼 然后告诉你说 未来我们可能会这样那样 然后赚好几亿这样子 就每一间公司都是这样 希望前途明亮 然后赚超多钱这样子 但是你也要自己吹牛一下自己 就是你把现在的事实放大 这样子 然后就说 我未来也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子 哇塞超厉害 整个团队哇塞 执行起来哇塞 效率超高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你也要自己吹牛自己 那这样双方才会达成一个 能量要越接近越好 他吹越多 我也要吹越多 简单来说是这样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最后肯定会有一个面试官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问一下哦 那你这个问题呢 你就要去套他前面的话 还有你想要更知道 第三个技巧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最后面试 第三个技巧就是面试官最后会问你一个问题吧 说你这边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都可以问 那你就要开始问问题 那你这个问题要问的很精确 你前面你如果有不清楚的 你就跟他说我不清楚 这边可以想要再了解更多 但你不要开始乱问说 你这边怎么样 他明明刚刚才讲 你马上就叫他说 你就讲一个他不是这样讲的东西 你直接就被打枪 那你这个offer拿到的机会应该也会敌很多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最后肯定会有面试官问你说 我们这里都差不多了 那你那边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的吗 那你这时候问题不是乱问的 你要问的非常精确 就是他前面讲的 你要全部都记下来 你要问的很准确 你不能说他前面讲的 结果你又讲了另外一个 根本不是他刚刚前面讲的东西 你要先 或者是你有问题 你可以再把它点出来说 我想要知道更多 但不是你开始胡言乱语乱讲一堆 然后他就开始问号说 什么鬼 他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啊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最后面试官肯定就会问你说 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吗 我们面试差不多是这样子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面试官最后都会问你说 我们差不多了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吗 那你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啊 你要问的非常精确 你前面他跟你讲的 你都要把它记下来 而且你要问 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就说 这边可能可以再讲的更深入一点嘛 他也会再讲更深入一点 但是你不要胡言乱语 你不要直接 开始瞎掰 然后乱讲一大堆东西 然后让面试官对你印象减分 扣分 他说 我刚刚没有这样讲啊 但你真是胡言乱语自己乱说一堆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在最后面试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在面试的最后肯定就是 啊 我们差不多都面试这样子的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就要回答 啊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面试到最后你肯定就会 啊我们这边面试差不多了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的吗 你这边的问题 你就要问得很精确 你要嘛问刚刚都没有讲到的问题 要嘛你问的问题是 你刚刚可能没有理解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东西 不能这样子随便乱讲 说我们前面又怎样怎样 你不能自己瞎掰 就是前面没有讲到 你可以问但是你不能自己瞎掰 不然会很容易有破绽 就你讲到一个 哇 可能 他不服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你 wtf 第三个面试技巧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我们最后面试就会 第三个面试 你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很重要 你要问得非常精确 要嘛是你前面 的问题 你想要延伸 知道更详细的 你可以继续问 那你不然 他没有讲到的东西 你就别再乱问一通 不然你就会破绽百出 你可以问 公司的 内部的管理呀 未来方向 就是一些 他们可以聊天的方式吧 但你不能开始询问说 我们这个详细工作 怎么样怎么样 也是可以啦 wtf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 你在面试最后肯定就会有一个环节是 问问题时间 就是说 那我们的面试差不多这样子啦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询问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 我们最后面试肯定会遇到的环节 这边面试都差不多了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询问的问题吗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非常精确的 去问这些问题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 第三个面试技巧就是 我们整个面试最后的环节 肯定会有一个 问问题时间 这边的面试差不多结束了 那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询问的吗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要非常精确的去问这些问题 如果你前面没有搞清楚的状况 你可以再 询问一次 延伸下面 到底 我们刚刚这个可能 想要再了解更多 OK 这样子OK 但是如果你 瞎掰 讲到他刚刚根本不是这样讲 或者是你讲到 他可能没有提到的东西 这个就会有一些风险 就是要嘛 他会觉得 其实 讲一讲 你就 What the fuck 帮着给你 字幕君 李宗盛